大陆现在希望赶快加速两岸的观光交流 结果大陆国台办发言人19号就宣布 经向有关主管部门了解 即日起恢复台湾旅游团到大陆旅行 然后表示热忱的欢迎 那么大陆的文化跟旅游部办公厅 也宣布恢复基加酒的业务了 所以等于是台湾人可以到大陆自由行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方便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的旅行工会理事长 其实最近才跟国台办主任宋涛有一场会见 结果在这个会见的时候 其实他完全没有透露出任何有关于 要恢复旅行团的消息 只说了四个字 静后加音 所以意思是 18号才跟宋涛见面 人家说静后加音 19号就说即日起开放了 速度真快 那么是不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大陆现在对台湾要更多的开放 好所以台湾旅客可以组团到大陆旅行 我们也就在本来期待说 那民进党这个是不是赶快就开放 让陆客组团来台湾旅行观光 当然消费呢 结果没想到啊 民进党政府的回应 真的是让你觉得好冷哦 怎么说呢 我们也应该动作快一点啊 因为呢大陆人多啊 他们组团的话一团一团的来 这对于我们的观光啊旅游消费来讲 其实都是一大福音不是吗 对不对 可是陆委会的发言人今天马上就回了 说如果要重新恢复很多事要讲 很多事要谈 不是任何一方宣布明天会开放 没那么简单 所以意思是 他们都开放了 然后我们还在还在什么 还在关上那大门啊 这个到底是大陆 故意要出拐子给陆委会 还是陆委会故意要出拐子给大陆 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们先从这样角度来看 自从大陆解除封控以后 台湾到大陆去自由行 就不是问题吧 但是大陆要自由行到来台湾 还是不行 还是有问题 第一个我们谈自由行部分 就个人自己跑来跑去的 那第二个呢 这个组团的部分 组团的部分啊 那自从2019年之后就很难送方面有组团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大陆开放 说台湾可以组团去大陆访问 因为以前大陆好像有疫情风控啊 那台湾的组团都没有被批准 那现在好了 台湾的旅行也可以组团去大陆去旅游 那请问一下 大陆组团到台湾来 当然达到台湾的批准嘛 是啊 那现在是陆委会站出来说 不行不行不行 你组团不可以来 那因为这个我们要好好商量 他的意思还能措止 意思就是说 不是任何一方明天宣布开放 没那么简单 那意思是说 那要多复杂啦 复杂到什么程度 你民进党才会满意呢 换句话说 大陆的这个旅游团 要到台湾来的时候 那还要拜托你民进党 因为他拿钱给台湾人赚 没有你民进党同意 台湾人还不可以赚这笔钱哦 你民进党好大牌哦 台湾缴税给你 老百姓缴税给你以外 要不要赚大陆旅行团的钱 还要你同意耶 是啊 你好拽好了不起哦 真的很钦佩你们哦 惯为真大哦 是啊 你看那现在交通部观光局长 当然就只能说什么呢 说恢复两岸市场要对等 同步恢复开放 透过小两会协商 目前禁止旅行业者 接待跟组团 前往对岸的禁团令 是还不会解除的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难不成意思是说 现在我们的台湾的业者 已经是摩拳擦掌 反正对岸已经开了嘛 我们台湾的业者可以组团到对岸去旅行了 很好啊 所以也赶快希望能够赶快促进这个旅游了 可是台湾的业者现在会懂不到吗 因为是我们这边的官方说法是 前往对岸的禁团令不会解除 所以搞了个半天 是自己人在卡自己人吗 民进党的政府官员现在在卡我们台湾的业者吗 是不是这样啊 宏廷 照这样看起来的话 是旅行业者是被台湾的政府官员给卡住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很匪夷所思 就是说我用你民进党的逻辑好了 如果你真的认为就是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那你就把它当作一个国家来对待 那其他国家能不能组团 我们能不能出团去其他国家 可以啊 不是都可以吗 可以啊 所以很奇怪的是 你明明你的思维角度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你做的事情 你又对他有所谓的这个特别待遇 所以你不觉得就很奇怪 他就是现在去欧洲什么 我看到旅游业的朋友都是在那里出团了 唯独大陆不能去 这个部分就第一有必要吗 然后第二就是说 你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 我们最常讲的 你一个政策你要有目的嘛 那这个政策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你政府现在宣布成这个样子 那你就讲清楚说明白啊 就你为什么不准我们的我们组团 然后你为什么不准大家出团 那原因是什么 那大家来看合不合理嘛 哪有今天说禁止就禁止 然后也不讲说原因是什么 那最后就有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他是什么 因为他是中共 因为他是中国 那如果是这样子 民众当然会觉得很奇怪 他就说奇怪 你自己想要正常的面对两岸关系 然后你又没办法正常的去面对他 你对他总是有一个很奇怪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东卡西卡的 然后那就是特别待遇嘛 是啊 那这里面就很奇怪 所以我一再觉得就是说 任何有助于促进和平的交流 不管是能够降低误会 促进交流 然后降低敌意 翻转敌意螺旋这些事情 只要能做何乐不为呢 那只要不影响 就像我们讲了嘛 你不影响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 这些部分 这些管理问题 你自己好好解决就是啦 除非你今天告诉我说 我们做这件事情 对我管理国家安全有问题 那你如果讲了 你就把理由讲出来 为什么 然后大家来看合不合理嘛 所以政策应该是要可以讨论的 而不是应该要差别待遇 然后用所谓的这种 最近最流行的 用这种钱刚独断的方式 一刀切下去 反正你就是不行 那这样不就很奇怪嘛 的确啊 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是 大陆开放了 台湾这边不开 然后还有就是 大陆现在是开放 让台湾人组团去大陆 可是呢 那我们本来在希望说 大陆能够组团来到台湾 可是现在连大陆组团到台湾这边 民进党同样也不放 所以就是一直把那个门关得紧紧的 我真不知道到底要关到什么时候 然后呢 反而是对其他的国家 西方国家或甚至是东协国家 都是什么 打开大门 而且还给奖励 你看哦 四月的时候交通部就有寄出 加速扩大吸引国际观光客 奖励补助办法 提供五十万名来台自由行的国外旅客 五千元的消费金 你看这差别是有多大就有多大 如果还是告诉你 这个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没有这么简单 旅游非常简单 因为你想的根本不是 我们的旅游业者能不能赚钱 想的根本不是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旅游 让国民能够享受他自己的生活 考虑到只是你的选举利益 到底对不对